主持人 非常感谢教会的邀请 也特别谢谢关牧师的介绍 主持人 非常感谢教会 邀请我过来和大家有讲道的时候 也是多谢关牧师给我的介绍 大家知道关牧师是我的mentor 关牧师其实是我的导师 在2001年 大概是2月的时候 2001年 他在2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关牧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 关牧师对我说 他说, James I have already accepted a call from a church in New York I'm going to go there and serve in that church 他跟我说, James,我已经接受到在纽约一个教会的邀请去那边做牧师 The next word He said, James, I want you to take over I stuttered Pastor Kuang, you've got experience in pastoring people for 15 years For me, I have experience in pastoring robots for 15 years 我跟关牧师说 我呆了,我跟关牧师说 你已经有十几年在教会里面的人去牧会 但是我做了十几年 和那些机械人去牧养他们 我说,关牧师,您是牧养人有15年经验 我是牧养机器人15年经验 你就有十几年牧养人的经验 但是我十几年牧养的都是机器人 人跟机器人很不一样 人跟机器人很不一样 The robots do not talk back 机器不会拼嘴 机器人不会拼嘴 机械人是不会 那个时候关牧师也知道 我已经在读神学院 可是我所有读神学院过程 前后15年的过程 都是一边读神学院 一边全时间工作 当时我应该读神学院 但是我读神学院这么多年 我是一边做工一边读神学院的 也很感谢神了 在神学院拿到第二个博士 我也感谢神 在神学院里拿了这个博士学位 所以第一个博士呢 是专门设计机器人 太空机器人博士 我第一个博士是做机器人 机器人的博士 第二个博士是在 达拉斯神学院的教务博士 是特别专攻在护教学上面 我第二个博士学位 就是在达拉斯神学院 做这个护教学的教母学博士 所以关牧师知道 说我那个时候在NASA工作 关牧师知道我那时候在NASA工作 关牧师在美国太空中心做工 他也知道我一边在读神学院 牧师也知道我一边是读神学的 可是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 人家问我说 黄帝兄啊 你什么时候 幕会啊 什么时候来当牧师 我绝口否认 我说我不是当牧师的 我当神学院的时候呢 那些同学会问我 你将来毕业 你打算打算牧会吗 我说我没有想过牧会的 没有的 关牧师那个时候也知道 他问我 我说我不要当牧师了 关牧师那时候都挑战我的 我都是这样子 我不会做牧师的 那关牧师问我说那你要作杂 那关牧师说那你会做什么呢 我教书我想在圣经学院 神学院当老师的 我说我可以去圣经学院里面做老师 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在 去念个新约的博士 然后以后在神学院 神经学院来当老师的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我拿到一个神学的博士之后 我就去圣经学院里面 去做这个老师 圣经的老师 所以那个时候 关牧师跟我讲的话 我实在是非常震惊 所以牧师这么跟我讲的时候 叫我接受的时候 我说我很害怕 到关牧师跟我讲那你好好祷告了 牧师就说你好好提讨吧 好好祷告以后 我在礼拜天会再跟大家讲 讲点这方面的故事 好好祷告就有结果怎么样了 我留下等礼拜日 再讲一些这方面的故事 但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这样了 我会跟你讲讲故事 那关牧师是八月初 到纽约教会牧会 那我就在八月初 在同一个时间 王欢送他也是 instal 就是暗立我成为那个教会的牧者 那关牧师是八月初的时候 就搬了去纽约的做牧师 我也是那个月呢 就被安立成为 所以就是在明湖中国教会 前后牧养了十四年 我就是明湖中国教会 牧养了前后十四年 那在明湖中国教会呢 在之前又是 在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弟兄有十四年 我在明湖里面做了会友 做服事 其实之前都是几十年的 所以前后二十八年时间 就同一个教会 所以前后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我就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在之前是教会的会友 教主日学也努力的奉献 大家都很钦佩这位弟兄 我之前我是教会一个弟兄 我参加教主又学其他工作 又奉献一个很谦卑的弟兄 当牧师以后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知道吗 我做牧师之后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 让我瞧瞧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静静地告诉你这个秘密 在没有当牧师之前 有两百多个钦佩者 当了牧师以后 你有两百多个老板 我是做牧师之前 我有二百多个敬佩者 敬佩我 但是做了牧师之后 有二百多人做了我老板 这个故事以后再讲吧 这个慢慢将来再讲 我很感恩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十四年 前后呢 从当地兄开始 二十八年时间里面 所以我在教会之前有十四年 作为一个会友 之后十四年就成为牧师 所以就有成二十八年 也是我在我人生当中 最开心的十四年 也是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事 神真的很感恩 非常感恩 神带领这个教会 我们后来牧会的时候 大家真的彼此相爱 这个教会变成非常 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 我想这我们可以讲的 所以就是很感受到 神就要我一起教会 大家互相相爱 真的很开心的 尤其是那个时候 是一个转型的期间 从大量 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 牧道友 这些学者来到北美 所以那时候就非常多 从中国大陆来的 特别那段时间 有很多的转变 整个社区 因为有很多很多 在中国大陆来的学者 以前我讲话 都带有台湾口音的 天上小灰燭 回来灰燭 我以前的国语 是很有台湾口音的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那个十四年的时间 就尽量跟他们学 学他们北京口音 跟他们小 小北京口音 因为之后 在那十几年里面 就跟那些 在中国大陆来的 聊的时候 就变成拿了 越来越讲多 那些北京的口音 到后来他们说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认识永恒 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题目 是认识永恒 究竟什么是永恒呢 什么是永恒呢 他说认识永恒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 两百年以前 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 都曾经是地的一部分 相不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 你二百年前 你身体现在的每一个原子 其实二百年前 都在地上其中一些的东西 为什么有人说 为什么说两百年呢 为什么我说两百年呢 因为我知道 没有人能活了超过两百年 应该是没有人有二百岁吧 所以两百年前 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 都是地的一部分 相信吧 所以就是在二百年前 其实你现在有身体 每一部分那些 二百年前都是地上一些的原子 两百年以后呢 但两百年之后呢 也是一样吧 又同样会翻翻 如果你不认识这位永恒的话 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不认识这位永恒的者 那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的生命 有目的吗 有意义吗 人生的目的 人生有意义吗 有目的吗 那我们就一定要得静下来再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静下来再想另一个问题 这宇宙有没有大小 宇宙有多大呢 我做一个很快的调查 认为宇宙是无限大的请举手 我想做一个调查 觉得宇宙是无限大的请举手 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一半 认为宇宙有大小的请举手 认为宇宙是有大小的 不是无限的 请举手 得好少 有一些 有一些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认为时间是无穷久的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请举手 认为时间是无穷的 没有开头没有结束的请举手 也是大部分 那认为时间有一个开始的请举手 认为觉得时间是有开始的请举手 这也差不多一半一半 差不多一半 好那我就用这个来映出来 让大家来思想一下 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想一下 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 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 任何有限的事物比上无穷大的话 一比上无穷大的话都是零是不是 所以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话 任何事物是多大呢 一除上这个无限大是什么呢 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 你的生命是零 如果时间没有开始的话是无穷大的话 如果时间是无穷的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你的生命 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也是零 八十岁九十岁都是基本来通都是零的 所以宇宙有没有年龄 所以宇宙有没有年龄的呢 宇宙有没有大小 宇宙有没有讲多大多小的呢 其实我们的神学观跟我们的物理宇宙观 两个很有关联的 其实我们读的神学和物理学其实有很多关联的 如果宇宙没有开始是无穷久的 如果宇宙没有开始 我们的时间是无穷那么久的 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 如果宇宙是无穷那么大的 没有限的 因为我的生命在里面 不要说是微沉一点 连微沉一点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用特别天文物理来看看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根本是从一个天文物理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生命是有没有意义的 这个宇宙有没有意义 这个宇宙有没有意义在里面呢 有没有目的 有没有目的呢 所以讲到这边我就想再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受邀请 今天是 平常没有来这个教会 今天受邀请来到我们当中 因为很好奇 我们以前没有去教会 今天是第一次被邀请来的呢 那么请您举下手好不好 请举手 大概有四五位 有几位 非常欢迎你们 你摇摇 招招手 我们大家给你鼓掌 我们欢迎你 非常谢谢 非常多谢你们 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很好奇 今天怎么会有一个 学太空科学的人跑来讲圣经 这好像互相矛盾 是不是 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个 学做太空物理的人 走来讲道 是好像有矛盾的 其实呢 慢慢来 没有关系 不急不急 其实是否矛盾呢 我请这样 因为我现在是在教神学了 二十多年以后 终于神说 你可以了 你现在可以ready了 现在又回去教神学了 所以现在在六家神学院里面 教神学 当中有一个课程 就叫基督教语科学 我还是要去教神学 但是今天的题目就是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现在教基督教语科学 教当代伦理学 教教牧神学 教博士班的研究方法 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的课程 天文地理神学等等 翻译得很好 通通好 行不来通通报华 所以大家就说 究竟 学太空科学的人 怎么会跟相信神 怎么会跑到一起去 对不对 有些人很奇怪 为什么做太空科学的人 会跟神学会拉上关系的呢 那我这样 因为我教书的人 所以想给大家一个功课 回家去做做看 我们做一个功课 这功课很简单 很简单 今天晚上 你回到家里面 用你的Wikipedia 大家用吧 大家回到家里 去上网看看 那个维基密码 你search一下 Nobel prize winner who are Christians 查查一下 这个洛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得主 在最前面100年 从1901年到2000年 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面 诺贝尔奖的得主里面 他们去做统计 当中相信耶稣基督 基督教是基督徒 公开表示 或者是基督教的背景里面 出来的 占的比率是多少 大家去查一下 比如从过去这百多二百年 去到最近来说 拿诺贝尔奖当中 有多少成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呢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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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 百分之十的 有没有 百分之十的 有没有 百分之二十 二十 百分之三十 三十 百分之四十 四十 一半一半好吧 一半一半五十 因为全世界 基督徒的比率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 大家知道 全世界人口基督徒的比例 大概是三分之一 我礼拜天会讲到 就讲到全世界 大概百分之三十一 是基督徒 包括了所有天主教 东正教 所有的广义的基督徒 都在一起 百分之三十一 全世界 我会在星期日 会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全世界人口当中 基督徒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等等的 加上 大概是三成 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一 百分之三十一 所以按照人口比例来讲的话 应该差不多也是百分之三十一 对不对 有常这样估计 会不会百分之三十一 是信耶稣 诺贝尔奖的人 是信耶稣 可是诺贝尔德奖 诺贝尔奖德主里面 前面的一百年里面 做统计 基督徒与基督教背景的比率 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百分之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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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去查 今天晚上回去查 你回去查一查 百分之六十五的 诺贝尔奖的人 是基督徒来的 是信耶稣的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数字好了 那说无神论 那无神论者的比例 好不好奇 诺贝尔奖德主里面 公开表示说 而且从他传记里面知道 他是无神论的 百分之几 大家知道吗 诺贝尔奖当中 指知道自己是无神论的 百分之几呢 论贝尔奖 11% 11% 11%里面 当然有三分之一 是得文学奖的 而这十一的当中 其实三分之一 是取文学奖的 得物理奖的 里面只有3% 得物理学 拿鲁贝尔奖的 而是无神论的 professors 得了百分之三 所以带来想想 用数字来看真理 用数字来讲话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 与科学 冲不冲突 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 或者我们要看科学和信仰 看科学就对 我们今天晚上就来 举一些很多实际的例子 我们今天就要看一些 很实在的例子 从宇宙论的论证里面来看到 要有开始 任何一个事物存在 一定要有个起因 宇宙存不存在 宇宙存在 所以宇宙开始一定要有个起因 在所有逻辑论证里面 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从宇宙论证来看 任何东西是有开始 有存在有开始的话 一定是有一个起因 而这个宇宙就是有开始 所以宇宙一定有一个起因 除非这个宇宙没有开始 除非宇宙没有开始 如果宇宙是永远存在 既没开始也没结束的话 就不需要有为创造者 对不对 如果一个宇宙是从头 一直都有的 没有开始 那就不需要有一个起因 所以大家知道不知道 在二十世纪前半年 前一半 前五十年的时候 在科学界 为了要避免回答这个问题 在那时候 主流的天文物理学说 宇宙是没有开始的 其实二十世纪上半段的时候 大部分的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宇宙是无穷大的 他们觉得这个宇宙是没有开始 宇宙是无限大的 可是这个还不足以来说明 这是说宇宙有个开始 第二个呢 也要看到说 究竟 这宇宙有开始的话 你可以说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 所以如果宇宙有开始的时候 就是会有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说 我在这边为什么我能够存在 我们问我为什么会存在呢 这就问到目的论了 这个就是目的论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存在 为什么我会问说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 我活着为什么 我们问为什么我会存在呢 我从哪里来 我将来会去哪里呢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层面 一起来思考 我们从这两个层面一起去思考 所以什么叫永恒呢 什么是永恒呢 仰望星空 浩瀚宇宙 究竟是不是永恒 当我们仰望星空 看这个浩瀚宇宙 是不是有这个永恒呢 看三月江海 维俄浩荡 究竟是不是永恒 当我们看到这个江河这么大 山这么大的石 是不是有这个永恒呢 当我们看到说 天若有情天亦老 越若无恨越长远 可是呢 天老不老呢 我们今天用物理来看这个答案 我们今天用一个物理学的方向来看 所以当诗人看到天地的时候 念天地之幽幽 毒苍然而地下 看到人生那么短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目的呢 见到人生是这样的短暂 你有没有意义的呢 我就是从Houston出去的 所以这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 这是我以前在Houston 这是我的Lag 太空中心工作的地方 那个时候所设计的机器人 现在在太空站上面 这个就是那时候设计 那些机器人在太空站里面的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 就是支持太空望远镜 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计划 为什么太空望远镜那么重要 上一代的太空望远镜 叫哈勃太空望远镜 现在新一代的叫韦伯太空望远镜 所以两个都是博制背的 不过两个人没什么关系 一个叫哈勃 一个叫James Webb James Webb 看到 怎么看起来都不像望远镜 像个风筝 你看到它 都看得不好像望远镜 James Webb的望远镜 位置非常非常远 已经不在地球的轨道上面了 甚至超越 是围绕着太阳转 甚至比月球还更远 它去那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非常远 超过月球了 它已经超过月球的距离 绕着太阳转了 去太阳那边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地方就已经不需要一个桶子来把它作为给造起来了 所以那些望远镜 不需要像那个黑暴 那样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网上去找 大家去找黄家生博士 黄家生牧师到Google 或者是YouTube的话 大家可以找到上百个视频 没有很多 当中有几篇就特别讲 这个微博太空望远镜 你上网查一查我的名字 James Wong的牧师 一些的视频在YouTube 是看到关于这个网上的 最近7月11号刚刚发布出来的 从微博太空望远镜所观察到的宇宙 非常震惊 这个就是7月才出来的 影到的 James Webb影到出来的 为什么望远镜对于科学家那么重要 为什么这个望远镜对于我们的科学是那么重要 尤其太空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 特别那些是望得可以很远的太空望远镜 为什么呢 其实太空望远镜不止哈勃太空望远镜 或微博太空望远镜 有很多种 看X色线的 看红外色线的 看伽玛色线的 看微博的 各式各样的太空望远镜 其实很多这些不同的望远镜 用不同的方式去看 甚至在地面的 用无线电来观察 这也是天文望远镜 或者好像这些 其实在地面上面 用无线的 去看外面 当我们用那么多的望远镜 将不同的光谱 统统把它组合起来以后 才发觉 我们的宇宙 远远超过 太阳系的几个行星 太阳系有几个行星 太阳系有几个行星 我一听你讲八个 我就知道你年轻得很 如果说八个 我都知道你的年纪 都不是很年轻的了 我们那个时代是九个 我的年代 那时是九个的 那冥王星呢 冥王星呢 冥王星没有不见 冥王星还在 我们那个时候 九大行星 第九个是冥王星 那时九大行星 最多没有一个 冥王星 还在 还在 没有不消息 所以我们把它降起了 发现有跟冥王星 这样大小的 有好多的 所以我来算了 又发明冥王星 它的轨道 各种方式 跟其他的行星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说 把它降起了 就叫矮行星 Dwarf planet 矮行星 其实大家知道 冥王星 因为后来发现 很多比如 轨道 很多是有不同的 结果就被贬低了 已经不是行星了 当我们用那么多的望远镜 各个不同的平段的光线 不可见光的 其实更多 可见光的当中的一部分 来观察整个宇宙 发现 我们的宇宙远远超过 我们所知道的太阳系 当我们用不同的光谱 去看这个宇宙的时候 才发现了 我们的宇宙 不单单如此 更超过我们的银河系 是超乎银河系以外的 我们的太阳系 是在整个银河系当中的 很小的一个星系 其实我们的太阳系 在整个银河系里面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系 整个银河系里面 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里面 大概有像我们 所居住的太阳系 这样有多少个呢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在银河系当中 是多少分之几呢 一后面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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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 Faul 整个银河系 其实是整个银河系 比起太阳系 的配数是1 之后还有10个零 11个零 噢 噢 不只 宇宙还不只 牛银河系 这只是我们的银河系而已 就是说银河系 比起我们的太阳系 已经是10 我们一个银河系里面 有像我们太阳系这样 就是一后面跟十一个零那么多 银河系是我们太阳系的 一然后有十一个零 那么多倍 那整个宇宙呢 整个宇宙呢 当我们用太空望远镜去观察 我们的银河系不是单独 只有我们银河系而已 我们看到其实宇宙 不是只有银河系 我们看到越远的时候发现 有好多好多的星系 跟我们银河系这样子 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 其他的星系 就像其他的银河系这样存在的 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 另外一个星系 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叫做Spiral Galaxy NGC4414 这是另外一个 跟银河系很像的另外一个星系 这里这片相片 就是另外一个好像类似银河系 就是另外一个星系来的 Spiral Galaxy 好 再猜猜看 所以整个宇宙有多少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又是一后面根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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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一后面根十一个零 因为整个宇宙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宇宙 有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有多少个呢 所以加上整个宇宙 我们估计有个类似太阳系 两个层起来 有多少个 10到22次方 那就是1然后20几个零 1后面更22个零 1之后就23个零 哇 宇宙那么大 还有人说人定胜天 我很了不起 如果宇宙这么大 有人说人定胜天 不可能的吧 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好像真的很渺小 那么渺小的生命 究竟有没有意义啊 那么渺小生命 有没有意义的呢 作为太空科学的学者 作为神学的学者 我一定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作为我一个 做太空科学研究的人 又作为一个牧师 教神我的牧师 我一定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当我们观察越远 看到越远的星系的时候 我们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两个结论 当我们看见一个这么大 这么远的一个宇宙的时候 我们有另一个结论 第一个是看得越远 我们可以数 这个宇宙里面有多少个星 第二个 看得越远 我们是看到越早以前的历史 当我们看到越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更古之前时间的历史 这个观念有点不太容易了解 让我来解释一下 可能大家不要明白 现在已经太阳下山了 如果我们在白天 太阳突然消失的话 我们会不会马上知道 有些人摇头 有些人点头 摇头的人告诉我们答案 有些摇头 有些人点头 不会马上知道 要多久以后会知道 大概多久才知道呢 八分钟 为什么 因为光速是有限的 因为光是有速度的 所以从太阳的光到我们这里 要八分钟的时间 太阳的光由太阳来到这里 大概要八分钟的时间 火星的光 到我们这边到Mars 要看两个地球跟火星两个的位置 最近最快也要来回半个钟头 从地球去到火星 视乎地球火星那个 去到哪里 可能随时要半个钟头的光 才有地球去到火星 我们看冥王星呢 看到八个钟头以前的冥王星 冥王星 我们的光要到冥王星 要八个钟头才去到 我们看到所观察到的 所有都是历史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光 其实都是历史之前的光 不是现在的 不是现在的光 我现在正在看一面镜子 我像看一块镜子那样 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不是我 我看镜子里面的我不是我 其实不是我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光照到我脸上 然后就脸到那个镜子 再回来的时候 在镜子里面是历史上的我 不是我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但是当我看镜子看见了哪个就是光在我面 去到镜 镜我再回来的时候 那那个其实已经是历史的我来的了 大家说这个太太太太 期待你一条骨头是不是 那我说 那你把这面镜子推得更远一点 当然了 我看镜子 推远一点 假设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实验 把那面镜子 推远一点 推到一个光颜以外 就是表示光要走一年时间的 距离以外 不很远 一光颜在宇宙当中是很近的距离 如果我们将这块镜推到多远呢 大概一光年 一光年其实在宇宙来说不是远的 推到这么远 一光年这么远 一光年以外 所以我们从望远镜去看那个镜子里面 会不会看到我自己 我用望远镜去看镜子 看不看我呢 会不会 我看到是两年前的 在这个位置里面 因为那时候我不在那里 其实我看的光是两年前的光 那时候我如果不在那块镜前面 那你当然看不到 就有人这样想了 我偷偷 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很简单 我们就把那面镜子 放在一千光年以外 我们都让我们进去看 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自己 是哦 千真万缺 如果把镜子推到一千光年 那么远的时候 你现在看那块镜子 其实要看到 主耶稣基督两千年线的事故 这是物理哦 这个是物理 物理学的想法 不是科幻小说 不是科学小说 这是千真万缺的物理哦 是真实的物理学 这宇宙很难想象大到什么程度 连太阳系最近的另外一颗恒星 离太阳最近的另外一颗恒星 都要在四光年以外 距离太阳最近的另一个永恒星 其实是要成四光年那么远的 所以我们的邻居都在 光要走四年以来 所以我们的轮居 下一个轮居 光都要走四年才能去到的 所以我们用太空望远镜去看 这个宇宙是看到以前的历史 我们看到那个星 已经四年前的那颗星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望远镜去看 那个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四年前的事 那我们用望远镜 我们可以看到越远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越早以前的历史 看到越远 看到越早以前的历史 看到越远 看到越早以前的历史 最后看看 看到最远的时候看到什么 看到上背的手指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越看越远的地方的时候 就越看见历史越远的时间 对到最远的 我们看见神的手指 我讲的是物理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诺贝尔奖得奖得主 诺贝尔得奖者 几万张照片去组合起来的 一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osmic background 不要笑一下 我翻译到的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 记者访问他说 他不懂了 说这张照片看到什么 他的回答是 如果你是有信仰的 你看圖片 你看到神 因为在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现在的科学 已经看到宇宙有一个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科学 已经我们看到宇宙的开始 宇宙 多久以前开始的 宇宙是多久以前开始的呢 时间不是无从旧的 时间有一个开始 13.77 billion years 137.7亿年前 130几亿年前 137.7亿年前 137.7亿年前 从无到有都被创造出来了 在之前不存在 之前是不存在的 就在那一点 所有的时间 空间 能量 从无到有都被创造出来 那时整个所有能量 物质等等 都是从无变成有 被创造出来的 这个理论是由谁 最早发表出来的呢 这个理论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呢 就是站在左边 这位叫George Lammeter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 这个就是在图片左边 那个是George Lammeter George Lammeter 乔治 Lammeter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服装 是不是有点奇怪 你看他穿件衣服 有点怪 是不是 他也是一个神父 他是一个神父 比利时的神父 是比利时的神父 又是天文学家 他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他是藉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放在整个宇宙去计算 放在整个宇宙去分析 去计算以后发现 宇宙一定要有个开始 从它里面去计算 他就觉得宇宙是一个开始 而且宇宙开始收拾 密集到一个无限小的一点 然后又确实无限 所有的能量与质量 通通集中在这一点 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 他就看到结论就是说 那时候开始一点 是小到很小很小 但是所有能量在里面 这么小点 而是那里从无变有 创造了出来 当他将这个计算算出来以后 他自己也非常震惊 他计算出来 他估计出来之后 结果他都很震惊 然后他就去问Dr.Einstein 然后他就去访问 去探访这个爱因斯坦问他 他说爱因斯坦先生 能不能请您帮我查一下 我用你的广义相对论 来做出来这样计算 做出来这样结论 究竟对不对 他就请爱因斯坦先生看看 我是基于你的广义相对论 是有这样计算 继续出来 你帮我看看对不对 就爱因斯坦先生检查他所有数学都正确 我看了之后 全部都是正确的计法 爱因斯坦就对他说 George 他说你的所有数学完全正确 可是你为我们的科学界闯了一个大祸 他说是 你的所有计算都是正确 不过你给我们科学界带了一个大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宇宙有一个开始 如果宇宙有一个开始的 就表示你要去回答什么 谁是开始者 你就会自然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谁开始这个宇宙的呢 没有错 宇宙有开始 是没错的 宇宙有一个开始者 宇宙有一个开始 它的年龄是137.7亿年 宇宙也有大小 宇宙有一个开始的 137.7亿年之前开始的 宇宙也有大小 宇宙也有大小的 宇宙的大小 它直径差不多930亿光年 大概是931光年 宇宙的大小 所以宇宙有开始 有年龄 有大小 所以宇宙是有开始 有年龄 有大小的 然后宇宙里面 所有的物质 我们也去计算 我们将整个宇宙里面的物质 去计算一下 宇宙 整个宇宙里面 大概总共有多少个原子 我们现在已经计算出来 整个宇宙有多少个原子呢 差不多10的80次方 是10去到80次方 一后面跟80个零 1之后有80个零 一个人平均 如果是70公斤的人 差不多有7乘10的27次方 那么多原子 哎呀 四手五路一样 10的28次方 好吧 一后面跟28个零 那么多的原子 一个大概70公斤的人 身体里面有多少个原子呢 大概是1 有20个零 对吗 就算28个吧 28个 28个零 一个人身上的原子 差不多 一后面跟28个零 那么多个原子 每一个人 都有大概 1到28个零 整个宇宙呢 整个宇宙呢 10的80次方 对不对 对 80个零 一后面跟80个零 所以一个人 比上整个宇宙 大概就比一比 这很容易计算嘛 那好容易计算呢 人去比宇宙 对不对 就是一比上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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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00000 00000 000 000 分之一 对的 对的 如果你觉得 自己很伟大 如果你觉得 自己仍然觉得 自己很伟大的话呢 觉得人定胜天的话 仍然觉得人定胜天的话 请来看看这个数字 看看这个号码 可是很妙的 其实很妙的 底下这个数字不是无限大 但这个数字不是无限大 如果是无限大的话 一比上任何无限大变零 无论多大的数字 一比无限的数字 所以我要回来看这个数字 底下这个数字很大 那么大一个数字 一的二十八个零比上一 后面跟八十个零 它比例差那么大 那究竟我这个一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目的 所以我们比一个无限大的数字 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目的呢 人生有意义吗 人生有意义吗 宇宙有意义吗 宇宙有没有意义呢 讲到这里我就必须 讲到宇宙是怎么样的开始 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很短的短片 有没有声音 应该可以等一三下 可以 来了 有吗 来了 我上面有放中文字幕 我做的中文字幕 有中文字幕 我答应 我们是类优养 我们在这边 在空的写算 过程中文字幕 是规于 我们是否则 我们像我们的组织 用 Auf一块水平 在简单上 从陆运融虄 底灯煤爆三 弹壁 都能 Sawyer all of the universe's matter and energy even space and time came into existence in a single moment but far from a chaotic explosion this initial blast seems to have been finely tuned as if it has been designed to benefit us and our tiny planet 我们从这边看到 宇宙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 在有限的时间 137.70年前 从无到有 所有的时间 空间 能量 质量 被创造出来 上海看到这个宇宙 是从一个模一点很小 经过这么多年 变成了现在的宇宙 可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有生命存在 却需要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生命能够存在 要有很多特别的因素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 这些物质要能够 不能通积在一起 所有的物质通积在一起的话 就没有办法形成像你我这样的生命 所以一定要分散开来 首先就是 开头这一点的时候 它们是可以分散出来 不能够聚在一起 要分散开来 所以从创造了以后 这些物质要能够被伸张开来 被创造开始的时候 这些原本的物质 还是可以伸展出来的 第二个 被展开来以后 在展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聚集 大家看 要把聚集起来 所以才能够有星辰与星系与行星 能够形成 第二个是需要有 这些物质被展开来的过程当中 这些物质要能够凝聚起来 第二个是怎么样 这些是分散物质 到分散某个阶段 一定要凝聚回来 才成为不同的星 要凝聚起来 才能够形成星系 形成恒星 形成行星 我们才可以踩在上面 一定要它们 不只是这样扩散 不可以 它们慢慢会凝聚成为一些星 成为恒星 以至有土地 有行星 像地球 我们才可以生存 有地球 变成可以有生物存在 而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宇宙的扩张速率 所以这个就讲到 宇宙的扩张 扩张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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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第二个呢 就是它凝聚的重力 但另一方面 就是它们凝聚的力量 不只是扩张 扩张是重要 但是它又要自己凝聚回来 扩张开来 第二个呢 这些物质要能够凝聚起来 所以扩张的能量 跟它凝聚的重力 这两个要刚刚好平衡好 对不对 所以要扩张的能力 和它能够凝聚的能量 刚刚好平衡才可能像你我这种生命能够存在 那么这个宇宙才像现在那样存在 我们才可以存在 这两个要调整到多么精密 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是要平衡到的 第一个是它扩张的能量 要10的120次方分之一 那么精密 所以这个扩张的能量 是要好像这个工程式 第二个呢 凝聚的重力要刚刚好调整到 10的60次方分之一 那么精密 才可以凝聚起来 形成像有行星 有恒星 有行星 然后又能够有生命 凝聚的力量 一定就好像下面第二条方程式 才有凝聚成为不同的星系 上面那个数字实在太渺茫 我们很难想象 下面的数字比较能够思想一下 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我们看一些 或者更加能够容易明白的 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来计算一下 好比什么呢 像拉面 这个早期好像拉面那样 大家看过那个 兰州拉面师傅 大家吃过兰州拉面是不是 一团面要调得刚刚好 一团面是这样的 原本 那个时候重力的密度要刚刚好 第二个呢 它能够扩张开来 拉开来 所以一方面 那些面是要凝聚 但这方面是可以被拉出来的 所以它扩张的能量密度要刚刚好 所以能量是刚刚好的 所以一条 一块一团面拉 一分二 二分四 四分 八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一百二十八 两百五十六 五百一十二 一零二十四 世界记录多少 大家知道吗 所以大家每次拉就双倍 二四 二四 八 二四 二十六 三十二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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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记录八千多条 一团面可以拉出八千多条的面线 每一条面线可以穿针孔 你一条面拉拉成八千几条面出来 第一个 面要调得刚刚好 面一定要开头调得比较好的 第二个 第二个 手筋要刚刚好 拉的力量刚刚好 能量密度 能够拉出来八千多条面 他说哎呀不得了 这师傅真是好 是好功夫 你不会说这自然跑出来的吧 它不会自然走出来的 只有八千多条 八千条的面 我刚刚讲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我讲过宇宙有多少像太阳系这样的 以后面更二十二个零 很多个零客 所以我再去计算一下 好 我这样计算出来 既然它要调整到如此的精密 十的六十之方分之一这样的质量 就表示说在宇宙创造的时候呢 它总质量不能超过 误差不能超过那么多 究竟多少呢 我去计算一下 差不多是一个针头 我计算到十分之一 我计算出来大概是怎样 就好像一个针头 二十分之一 换句话讲 如果在整个宇宙创造的那一刻 在这个宇宙被创造的那一刻 它质量多了一颗针头 如果多了一颗针头的话 减少了一个针头 或者减少了一个针头 你我就不存在 你和我今天都不会存在这个宇宙里面 存在这个世界里面 宇宙有没有意义 宇宙有什么意义呢 有没有目的 有没有目的呢 所以我们讲到两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 宇宙有开始 说到两点 第一宇宙有开始 第二个 宇宙是精密的设计 有目的 有意义 宇宙是一个有精密的设计 设计 设计 有目的 有意义的 因此 在1978年 因此在1978年 George Lemaître是最早提出来这样的理论 可是真正用实际观察来证实他的理论 是这位科学家 其实讲到这个大爆炸里面 当然刚才讲的那个神父是第一个提出来 但是你这一位呢 这个就是将 认识了的 Arnold Penzias跟Wilson 两位 Wilson跟Penzias Penzias 有两位 Arnold Penzias Penzias 所以他们都得到了197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1978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奖者 他对这件事 整个观察他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结论 他对这个宇宙观察之后 他有以下的结论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这样讲 我想大家看英文自己看 我用中文讲一遍吧 天文学领我们到一个独一的事件 就是宇宙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 他说天文学领我们去到一个独一的事件 就是宇宙是从无中创造出来 必须要有精密的调制与平衡 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必须得到精密的调制平衡 才能够有生命的存在 这背后 必须要有一个计划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超自然的计划 这个背后必须有一个计划 或者可以讲到一个超自然的计划 各位朋友们 我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圣经是不是 我都在讲物理 我是讲圣经 讲物理 我还没有讲圣经 我还没讲圣经 我到现在还在讲物理 一直讲物理 这个结论 我再来看一遍 因为这个结论很重要 我再看回结论 天文学领我们到一个独一的事件 就是宇宙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 天文学领我们一个独一的计划 这个宇宙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第二 要有精密的平衡与调整 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这个宇宙是有精密的调制和平衡 才可以有生命的存在 这是物理学家在讲神学还是讲物理 这个究竟是物理学还是神学呢 物理吧 这是物理的结论 是物理学的结论 所以物理的结论 到了这里就说 在背后一定要有超自然的计划 但这个物理学的结论 到最后就说 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在后面 所以 有人就访问他 有人于是就问这个人 阿诺·佩兹亚还活着 住在湾区 他就回答了 他住在湾区 住在湾区 北加州 北加三文治湾区 有人访问他 有人就访问他 我访问他 他已经有时间了 我非常感谢,我身体的一切成为这个宇室 虽然在最小的时间里我会在这里 我认为中间面量的科学, 我认为中间的体制, 我感觉很深刻的感谢 在做成为这种奇妙的灵魂 第一位就是刚刚得诺贝尔奖的阿诺Pensiast 第二位是Jennifer Wiseman 是我们NASA的听文学家 第一位讲的就是拿了诺贝尔奖的得奖者 男的女的就是我们太阳中心的一个科学家 我再举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吧 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诺贝尔奖得奖者 2020年才刚刚得到诺贝尔奖 2020年拿了诺贝尔奖 主要就是在宇宙论上面的贡献 这是他们 他在十来年前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公开演讲当中一段 这个是他三年前的教授大学以讲 这是他三年前的教授大学以讲 这是它很平衡 和关于物体的 对于是最大 measure 但是关于是水平的 它是非常非常特别 是非常特别的 你也可以实际上课 它是如此特别 that the odds against this special initial state coming about by chance are less than one part in 10 to the power, 10 to the power, 123. So if you try to write this out,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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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th this number of zeros, you'd try to put one zero on every particle in the observable universe. You'd be way short. You'd never do it that way. That's not enough room to put all the zeros in. And so, I can do it by using two exponents, you see, but that's cheating, if you like. So it's just,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some feeling for how special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universe was. And for some reason, people, you know, they try and say, well, you don't want such and such a theory or so and so a theory because that requires fine-tun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there's got to be fine-tuning. This is fine-tuning. This is incredible precis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itial universe. You se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t's a little bit. It's a little bit. This is a little bit. You see that you can't be looking for two options. Once you see these questions, you'll take the answer for two options. 当你看到这样的数据你说 刚刚好凑巧而已 这样的立场叫做无神论 这个就是无神论的看法 第二个呢 当你看到这样的科学的数据 另一个答案当你看见这么精细的数据 你说我相信的确有这位创造者 他创造我们这样的生命 有意义有目的 这个结论就是说 看见一个创造者里面 是去做这个微调 去做这个宇宙 以至我们是有意义 有计划地被造出来 让我们能够与他沟通 以至我们能够是可以 跟他这个创造主沟通的 所以这两个立场呢 其实都是信仰 这两个立场答案 其实都是信仰来的 无神论是一种信仰 大家知道吗 无神论也是一个信仰来的 无神论是一种信仰 不是科学 无神论也是一个信仰 它不是一个科学 无神论的信仰说 哦 那么渺茫 可是刚刚好破窍 这叫无神论 无神论就是看见 那么奇妙 那么巧合的事情 它就说 哦 是这么巧而已 所以无神论的信仰 所以不相信神 你要有非常强烈的信心 你才信得下去 所以做无神论的 你一定要有很强大的信心 你才信得这么渺茫的事情 完全不讲证据的 完全没有证据的 不讲证据的信心 叫什么信 不讲证据的信心 叫什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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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听到 记者很多在讲 叫迷信 迷信了 没有证据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 我们在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里面 所看到的宇宙物理 让我们看到 这个宇宙的确有开始 我们来到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里面 看见这个宇宙 真的有一个开始 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精密的设计与调制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存在 而且看见这个宇宙 是一个很精密 很精细微调的设计 以至我们才能够有存在 甚至无神论的科学家 不久前过世的霍金 说这宇宙为什么会如此开始 实在很难解释 除非是有为神 特意要创造向往这样的人类 甚至过世了不是很久的 这个无神论的科学家 霍金 Hotkins他也是这样说 宇宙为什么这么开始 很难解释 除非是一个神 特意去创造我们人出来 所以 当我们走到科学 说一定要有位超自然的计划书 那我就戴上我的神学的帽子 当我们从科学里看见 一定是一个创造主的时候 我们回到神学的层面去看 我说答案不是就在这里吗 答案就在这里 当你打开圣经的第一章 第一节 就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当你打开圣经 去到第一节的经文 创世的一章一节讲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造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特别有一个字 这个字是用 从原文里面的创造 从原文里面的创造 从而有人对神有个误解 人好像对神有个误解 上帝大概就是穿了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 穿了白袍子的老公公 有很长的胡子 在地上拿你一巴 捏一巴 捏个公仔 拿去烤一烤 第一次烤得太黑了 第一次出来太黑 太焦了 哎呀黑人 变了黑人 第二次拿出来 烤得不够焦 做第二个了 就不要烤那么久了 谁知道就没有那么黑人 变了白人 第三次拿出来 刚刚好 哎呀我们中国人 第三个 他懂得了 不要那么久 又不要那么短 那就硬硬好 拿出来就王总人 我们中国人 这当然是笑话 是笑话来的 用现有现成的物质 去造的不叫做创造 这叫什么 这叫制造 人是用一些现有的泥 去做出来 那么这个不是创造 这叫制造 这个叫制造 不叫创造 不是创造 从无到有的才叫创造 从无到有的才叫创造 有很多人的文章经典都讲到 但是只有这本圣经是讲到 神是从无到有创造天地 不单单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而且有意义有目的 不单单是从无到有 也是被创造的 是有意义有目的的 意义目的是什么呢 意义目的是什么呢 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以承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就是在诗篇八章三到四节讲到 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切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 你叫他比这个的 没关系 神创造人有他的目的 是让这人是尊贵有他的形象 成为他的代表 来掌管地球的万物 就是神要做这个人 是给人有很特殊的使命 就是要去管理这个大地 所以我们看到创造不是制造 所以这个是创造不是製造 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叫做创造 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叫做创造 创造的开始可以观察得到 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我们看得到的 时间与空间 是同时与物质与能量同时被创造 这个时间空间能量物质 是同时被创造的 而且不可思议的精密的调制与设计 才可能有像你我的生命存在 而这个宇宙是被创造出来 是有这个很微调 很精细的设计 以致我们是可以被造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回答 有这样精密的创造 有他的目的 究竟谁是这位创造者 所以我们看的答案就是 一定是一个神 就是这个创造者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所有的万物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的冠冕 人有意义 人是有意义的 人生有目的 人生有目的的 所以我们NASA的天文学家 写了一本书 叫《天文学家与上帝》 所以我们在美国坦中心 有一个科学家就写了这本书 就是叫做 《天文学家与上帝》 《天文学家与上帝》 他最后有一句话是非常经典 他说 对于科学家的一生 以理智的力量为信仰的依归 这故事的演变如同噩梦 他登上一座一座无知的高山 征服了这些高峰 到了最后一块岩石往上一看 一群神学家已经在那边等候多时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对科学家一生以理智的力量 为信仰的依归 这个故事的演变好像是一个噩梦 他登上一座无知的高山 即使去到最高峰 当他爬到最后一个岩石的时候 往上一看 见到一群神学家已经坐在那边等了他很久了 Charles Towns不久之前才过世 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 发明雷射 另外这个科学家Charles Towns 他是1964年拿这个 激光去拿了这个 诺贝尔的物理学长 科学与基督教相当平行前进的 比一些人想象更为相似 最后会融合一致 他怎么说呢 他说科学与宗教 即基督教里讲的 是相当平衡前进的 比一般人想象更相似 终归是会融合一致 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可是这个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 我最后讲一个吧 但我讲一个 在人类进入到月球的轨道 第一次 是人类进入月球轨道的第一次 在1968年12月24号 是1968年11月24号 我们现在是人类登入月球五十周年 今年我们是人类登入月球的五十周年 总共有六次 有六次 然后从1969年到1972年 所以今年是多少 2022年五十年 从1969年到1972年 人类登入月球好几次 到现在72年是五十年前 在阿波罗11号人类登入月球之前 人类在之前的一次 要进入到月球的轨道上面 来先试验所有太空船的功能 是不是通通都能够正确地工作 然后到1969年才降落到月球上面 人类是1969年登入月球的 但之前我们已经试几次 进入月球的轨道去尝试如何操作 以至知道是可以的 到69年人类就登入月球 那是在1968年 正好在1968年的12月24号 在1968年的10月24号 人类第一次从月球的轨道上面 对地球做实况转播 是第一次人类在月球的轨道里面 去向地球做一个广播 三位太空人从月球的背面转过来的时候 看到地球懒然的上升 非常感动 在太空船里面太空人看见 地球在月球的慢慢在那边背后升上来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对地球做了这样的广播 他就对地球做了以下的广播 密密麻麻的 看不清楚 我解释给大家听吧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三位太空人说 三位太空人怎么说呢 对地球上的每一位 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给你们 他说我对世界地球上所有的人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跟大家说 三位太空人开始念 始初神创造天地 地势混沌时空 圆面黑暗 从哪里来了 创世记 创世记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三位太空人念完 就是念了创世记的第一章 从1到第12节念了出来 从阿波罗第八号的太空人 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说 晚安 愿大家好运 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 愿神保守保佑你们在地球上 美好地球上的每一位 他们念完创世记一章 1到12节之后 他们就说我们希望大家 晚安有好的圣诞节 在地上能够有好的日子 所以我就特别做了一张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海报 那我就做了这张海报 是我做的 设计的 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的纪念 一个人类登陆月球的50周年纪念 这张海报呢 我想等一下送给大家 为礼物 我想将这张海报 送给大家 作为纪念 怎么样能够得到呢 怎么样可以得到这张海报呢 不单单你可以拿到 我还会帮您的名字写在上面 不单单你可以拿到 我还可以将您的名字写在上面 然后我还签我的名字 等一下我告诉您 怎么样可以得到 等一下会讲 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海报 所以在1969年 就出了一个纪念的邮风 跟一张纪念的邮票 于是呢 我们1969年 美国就是有一个纪念的邮票 在这个纪念邮票上面 一行很简单的字 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里面就是一段很短的字 大家一起读一下 In the beginning 人类的科学到最顶端 最高峰的时候 所记得的就是这句话 人类科学去到一个巅峰的时候 我们所记得的就是这句话 In the beginning 起初神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是我花了重价买的 这个就是那句邮票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可以来看看 然后不要拿回去 有兴趣就可以上来看看 不要拿走 等一下我会邀请大家到前面来 我会将这个poster 签名以后送给您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怎么样就可以拿到 我就应该会将这个签名 但是我会怎么样去拿一下 我们刚看到 这位神创造这宇宙 有祂的目的 有祂的意义 神创造这个宇宙 是有祂的意义 祂的目的 祂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说 我来了就是要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到丰丰盛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说 我来这个世界是一个人有生命 而一个有目的的生命 是有丰盛丰盛的生命 可是为什么许多人都不能够体会这样子的丰盛的生命呢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能够体会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因为在人不认识真神之前 拒绝神不成为这位创造宇宙的神 因为人是不去接受神 不去认神 去对抗祂 不去接受这个创造天地文明的主 拒绝这位神在你的人生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神 这是所有的罪性的来源 就是我们去拒绝神成为我们生命的神 生命的主 这个就是所有罪的根源 大家觉得说 哎呀我不偷不抢 我不杀人不放火 我哪有罪 我们可能会想 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杀人放火 哪里有罪啊 那叫罪行 这个叫罪行 在所有的罪行 根本都有一个什么 有个罪性 其实所有罪行都是来于有一个罪性的 什么叫罪性 什么罪性 跟大家讲句俗语 大家就了解了 讲一个术语大家就知道了 我是破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我就是我的神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和尚担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和尚担 就是无法无天 为什么和尚打一个伞 天在不在 天在 可是知道 对不对 然后和尚头光光的 无法 光光的头亮亮 他就想当成天 一手遮天 拒绝天 自己当天 这叫做罪 就是我们把手挡着天 当自己光着头在天 这个就是罪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 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很多的神 我与很多从国内来的背景的学者 跟他们开始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们你姓什么 我和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 去谈的时候 我问他们 你信什么 他给我第一个回答 说我什么都不信 他变成第一个答案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创造我这个神 我才不认你了 我要当我自己的神 当我说我信他自己 就是说我做天地满面的神 我不信他 我信我自己 我就是神 所有在世上的 所有的罪行 都是由这个罪性来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罪行行为 都是由这个罪性来的 小罪人自己当自己的神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神 小罪人 小罪人 大罪人 大罪人 自己还要当别人的神 小罪人就自己当自己的神 大罪人就把 你要自己做为人的神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这样的神 有没有这样的神 有 你去看北朝鲜有没有 去北朝鲜你就见到的了 不折不扣有个神是不是 每个人家里面有没有 我们的家里有没有 我 我 我幕会的时候 跟很多年轻人 证婚 我跟很多年轻人证婚 证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都相亲相爱的 证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他们互相相爱 过了一阵子以后 来找我做婚后辅导 但是结婚没多久 就找我做婚后辅导了 婚后辅导了 我问问男的 问女的 我问一下男的 问问女的 我说这其实你们两个当中的问题很简单 我觉得阿琪的问题很简单 一个屋顶底下不能有两个神 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一个屋顶下面不能够有两个神 一个是男神一个女神 自己当自己的神 这是假的 当我们拒绝这位真神的时候 当我们拒绝这位真神的时候 是谁与谁隔绝 我们拒绝了 人应有罪与神隔绝 不是神隔绝我们 是我们拒绝神 我们隔绝神 是我们去拒绝神 我们去隔绝神 但是神却为我们准备了 唯一的救赎 但是神是为我们预备了 一个唯一的救赎 神的爱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至于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这位神 他爱你 因为这个神是爱我们的 他愿意你能够认识他 他愿意我们能够认识他 他猜浅他的独生爱子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人当中 向你诉说 神如何的爱你 他是猜浅一个独生子 变成一个人 是告诉我 神是这样爱我们的 我来了 耶稣基督说 我来了就是要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说我来这个 就是叫人有生命 一个是丰盛的生命 得到 这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 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 不是升官发财 不是升官发财 不是说你去求职的话 就一定可以得到这个职业 不是说求什么 就有什么 更不是修士的某某人说 他先祷告了以后 然后到了停车场 就发现有停车空位等着他 不像Huston一个人说 我不讲他名字 一个人说 他先祷告 然后到了停车场 就看到有个车的位置 等着他 他就说 我祈祷之后 祈祷之后出呢 停车场有个位置 给我的车拍的 什么样子一个生命呢 是怎样的生命呢 这样的 这首诗非常美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来 不需要翻译 人生的路途 花香长慢 神未曾应许 常情无语 常乐无痛苦 常安无语 神却应许 生活有利 行路有光亮 做功得行 试炼得恩助 为难有赖 无限的体量 不死的爱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耶稣基督 是你能够得到 这样生命的 唯一的道路 耶稣就是我们 能够得到 这样生命的唯一的道路 借着他 你可以知道 并经验 这样神的爱 与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借着他 我们就可以 能够得到 这个生命 能够 与神得到 我们生命的计划 人因为有罪 与神隔绝 拒绝神 可是 你可以接受 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助 和生命主 你可以来到 神的那边 我们人虽然拒绝神 去不去理神 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去到神那边 我每次在带领人来做决志祷告的时候 绝对不是懵懵懂懂的 你看清楚了你要做什么样的祷告 我每次鼓励人去决志信主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决定 今天你是用你的理智 不单单是一词感情的冲动 今天你的决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不是冲动的决定 今天你用你的理性做这样的决策 我鼓励你今天是一个理性 去做这个以下的决定 你愿意做这样的决策 跟那些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那样的决策 你做这个决定 就是好像那几个 我说的诺贝尔奖的得章 你愿意做这样的决策 与那些科学家那样做这样的决策 就好像那些科学家 作的决定 你是一样的 我先念一遍 然后等一下我邀请大家 眼睛闭起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来 做这样的祷告 我先念一遍给大家听 如果你愿意的话 等一下你可以 借着这样的祷告 来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 我念一次 那待会静静再跌的时候 你想一下 你自己都要有这样的决定 你可以等一下做这样的祷告 说 亲爱上帝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主 亲爱主耶稣 上帝的唯一儿子 谢谢你爱我 并为我舍命 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等一下愿意我们一起来 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的话 我在这边愿意提出这样的邀请 这样的好不好 我跟大家邀请 大家眼睛闭起来 大家闭上眼 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其他的人 因为我知道 这都是大家自己在内心当中 与神之间的沟通 所做的承诺 如果今天晚上 你愿意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请你举下手 我不要求你到前面来 你只要举下手 举手以后就可以放下 你愿意做这样的讨告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里举手 你不用出来的 你举手就行了 今天晚上 如果你愿意借着这样子祷告来 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 你就举下手 手举下 你就把它放下来 你愿意做这个祷告的 你举手就像这个祷告去向神讲 你举下手以后 看到了以后就可以放下 你举手我看到 你就可以放下了 等一下我们陪同您 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待会就会一起的 这样做这个祈祷 如果愿意的话 现在只要举下手 举起来以后就放下 如果愿意的话 你去举手 看到了 谢谢 就放下 你等一下愿意用这样的祷告 来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 你举下手 举起来以后就放下 你愿意做这个祈祷 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你要举手 跟着就放下 我们再次的邀请 我再次邀请 这位创造你的主 创造你的神 猜浅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当中 向你说 神爱你 为你舍命 你愿意来接受他 让你与这位神 有亲密的关系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现在可以举一下手 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 谢谢 看到了 放下 谢谢 看到了 放下 我们最后一次 要求 我只要请问他 如果你今天晚上 愿意借着这样子祷告 来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你举手 举下手就放下 你愿意今晚作出这个 祷告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 你去举手 看到了 放下 谢谢 多谢 好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祷告 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陪同 我们今天晚上 刚刚所觉知 接受的这几位 陪他们一起来 做这样祷告 好吗 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 让我讲一句 请大家跟着我们来念一句 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上帝的唯一儿子 上帝的唯一而止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并为我舍命 并为我舍命 赦免我的罪 舍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求你掌管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使我成为你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主耶稣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抬起头来 我们很感谢神 今天晚上 你借着这样的祷告 不管是有身的 或是无身的 你今天晚上 都有个新的身份 你这个新的身份 就是内卫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今天晚上成为 你在天上的父亲 阿们 你今天晚上 你有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成为你在天上的父亲 请问您今天晚上的身份 是什么身份 王子与公主 是不是 我在这边恭喜您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来服侍您的 今天晚上 让我有这样机会来服侍 您 王子与公主 刚刚有接受的了 其实你是接受了 这个创造天理的晚的主 你成为了这个神 这个王 的公子 公子 所以大家知道说 怎么样得到这个吗 您刚刚 做有声 无声祷告 甚至你说 我举手的时候就这样举 没看到 没有关系 我还是要将这张 送给您 成为你 得到人生 最好礼物的一个纪念 我会将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然后会签名 送给您 所以我会留在这边 好 今天祝大家晚安 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一些很多的书 像在后面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宇宙的设计 我写的一本全彩所印刷的 将近七十页的一本书 我在后面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可以自由奉献 因为这个书印的工本非常高 大家可以自由奉献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自由拿 终极问题上帝存在吗 这也是我 最后一审的翻译 是我帮助翻译的 所以这后面有这些书 我们的 曾传道会在我们后面的摊位上面 将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 这两本书是黄牧师的作品 在外面大家可以去外面拿 我们有我们的总干事 是远东港报公司的在外面 那本书是自由奉献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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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